謝謝 OK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維文 Microsoft的 Carl Sushen Architect 今天會介紹給大家一個 我們新的 Open Source Kernel 叫Semitic Kernel 在講過Semitic Kernel之前 都想由我們最新的 M365 開始講起 可能這幾個月大家聽到很多 我們公司和 Microsoft 有不同的 Co-Pilot 的一些項目 基於我們和 Open AI 合作之後 其實開始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融入了我們的系統 我們就有現在最多人 就想加入了 Preview 的 Microsoft 365 Co-Pilot 基於我們的不同的 Team 他們在建造這個 Co-Pilot 的時候 其實都獲得了一些經驗 譬如說 在 Microsoft 365 Co-Pilot 裡面有些東西 譬如好像 Teams 這樣 它 Preview 裡面可以看到 我可能想要檢查一下公司裡面的內容 然後在 Teams 想要某些 information 的時候 是 Co-Pilot 會在背後找回我 屬於我自己的 OneDrive 或者我自己的 email 裡面的 content 可以去詳細解釋一下 結果給我出來的 變成這裏 其實它背後 即使 Open AI 的 GPT 4 那部分 它是做到一些 conversational 的東西出來給我們 但是呢 在說我怎樣去拿那個 email 的 content 怎樣駁回 OneDrive 的 file 那裏其實都要有一些 API 的 connector 或者 plugin 幫到手 它才能拿到的 所以在 Build 這個 Co-Pilot 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 concept 就叫做 Microsoft 365 Co-Pilot 的 system 而我們都發現 因為我們一有那個 和 Open AI 的合作之後 就很快就開始做這些 product 的時候 都發現這些不同的 product 很多時候有那個 app 譬如說是 Power Point teams 啊 Words 啊 接著再接駁下去那個 language model 然後我們要叫做其他的 API 或者其他的 plugin 的時候 其實最好是用一些 standardized 的方式 或者 framework 去處理 那變成了我們就不會 當有新的 AI 模特兒出現的時候 我們不同天 又有不同的做法 去駁那個 AI 模特兒 或者是旁邊的隊伍已經製作了一個PAC-IM 是連接到我們Microsoft Graph的API 這樣變成我們隊伍應該不用重製 但是因為大家的Framework不同 結果這些東西重用不了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在最近的一個月的活動 Microsoft Build 都提出了一個概念 一個新的Framework叫Copilot Stack 而今天我想說的Semitic kernel 其實就是中間說AI orchestration的部分 AI orchestration對應剛才我們M365 Co-Pilot的話 就是我剛剛提到中間做處理M365 Co-Pilot System的位置 而我們都不只是為公司內部的東西去處理 而是我們相信這個社會上的社會 大家厲害的人比我們公司裡面有的更加多 還有大家的Exort T可能在不同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是基於這個Copilot Stack的概念 就建立了這個Semitic kernel 這個Open Source的Tools 這是一個Lightwave的SDK 而它是幫我們手處理 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是在不同的Pugging 或者我們有需要不同的Skills 一會兒會說多一點Skills是什麼 還有呢 因為它是用來處理不同的AI模特兒 LN模特兒 最主要要處理的當然是做Prom Engineering 所以這個Semitic kernel 我們目標就是用這個Kernel 其實可以採取不同的Prom Engineering 比如一些Prom的Train 或者Code的Training 然後另外就是一些不同的Skills的Definition 還有可能我們再複雜一點 其實想是我們那個Conversation 我問的問題是想達到某個結果的 而交給那個Kernel 他幫我是Base on 我已經Register了上去的不同的Skills 或者不同的Pugging 他懂得去嘗試找我適合的Pugging 去處理我叫他做那件事 他就把那個Reverse Engineering 去Backward看回到底其實那個 中間他要走的Steps 每一步要Cormals 叫那個Kernel是可以做到的部份 這個就是我們Base on整個Kernel 那個Design Concept 整個Kernel的Design 因為牽涉到我們要處理到 LLM的基本Prom Engineering 然後大家如果有用過LLM的Model 都知道其實Model是給我們一個API 去用 如果我們平時很容易跟那個APP 聊天後 然後他有些Conversation 認識得呢 看回我之前跟那些對話 然後再跟我說回 你之前說過這件事 我詳細的結果 其實在Application side 是做了Additional的東西 不是那個AI Model自己處理的 所以就是說History的部份 其實我們是要在Application上去做 所以我們這個Kernel 都是幫大家可以做到我們這個 叫做Memory的部份 Memory就是 如果我們的Conversation History 怎樣存在 可能要駁回一些Data Base 或者是需要用一些Embedding 去存回一些Wector的Information 這樣 那個就放了在Memory那裡 然後有不同的Skills 譬如說剛剛我有提到 我可能要發送Email 發送Email 我們又需要駁回 有機會是Outlook那邊的API 如果我是要Gap file 從OneDrive的時候 那又可能要有set的API 是Connect到OneDrive 這樣 這些就是我們 用不同的Skills 可以set好了 另外當然也有機會 會有不同的Skills 有些是專門 可能它那個System Message的Pom 就跟我們說 我們想你給一個捉我 那Pom的Message 是Defined for一個Skills 但可能我有另一個Skills 其實想叫它寫一段文章給我 或者Summarize一些東西 那句Pom 其實應該是要有另一句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Skills 去包裝這些Pom 作為不同的Function 變成我們就不會說 平時我們就這樣 召喚OpenAI的時候 可能Define了一個Message 我們要Redefine 才可以叫它忘記之前的東西 那我就再叫它做另一樣東西 那麼我們將這些東西 就拆開了一個一個Skills 那麼到我們要用的時候 就包裝它 怎樣可以很流暢地 step by step 去找不同的Skills 去完成一個整個Fold 那麼去到右手邊 這些就是一些不同的Memory 和Skills的Sample 那麼就會變成 這裡就是一個Kernel的Basic 關於它要用的部分 然後去到Fold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怎樣去做的呢 就是Kernel 如果有一個Planer 去幫我們處理裡面的Flow 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到 如果我們有一個Google 要達到 可能我想叫它 你幫我做一個Event 做一個Event的話 一個Event 它可能要Plan一個Topic 跟著中間又要Plan一個Agenda之類 那麼我們就可以交給它 Based on我們在那個Application 設計了的那些Skills 它會用Backward的方式去找回 到底它每一個Steps要怎樣做 這個就是Planer負責的工作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可能複雜一點 因為有機會預證 它中間發現有些東西 好像現有的Skills處理不了 它就會有其他的Suggestion 但是我們最基本的想法 正常的Fold的時候 我們可以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好像我們平時在 在一些Chatbot的時候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然後背後的Planer 就Based on我們的問題 它就會去找適合的Skills 去回答案給我們 同一時間在背後 我們如果有需要 存一些Conversation History的話 都是這個Planer去指派 它適合的Function去處理 或者用回適合的DateBase 然後它拿到RESO後 就會回答案給我們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看這個Fold 這個就是拆拆件來看 譬如我這裡有問題 它可不可以幫我製造幾個Task 去完成一個Marketing的Project 那我Kernel這個Context的部分 其實就想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Standardize 我每一個不同的功能 其實我的Input是什麼 變成不同的組織在處理同一個Application的時候 它就可以用回同一個接口 或者同一個Input Output Format 去Standardize大家做事的方法 亦都是令到一些東西可以 互相不同的組織有Comparable 亦都可以是Backwork或者Future 大家有一個Standard去跟 然後這個Planer 在背後我們其實可以有一個Kernel的Pintline 或者Chain IP是定義的 那在這類型的RESO 其實它的Fold是怎樣的 第一樣是可以去recall memory 如果我們是有register到DateBase 那它會找一些History出來 然後Planer就會製造一個Plan 基於Memory 然後去找那個API 這些就是那些功能 就是Skills下面的功能 就是逐個它有什麼功能 我要它去做的 就在Plan上去做 那又為什麼有幾個不同的功能呢? 因為我們有Native 即Out of the Box 有一些功能 亦都支援你可以自己custom的功能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然後它就回到那個result回來 就是它給回那個結果 即是我們平時 如果我們就這樣用坊間有的application 其實就直接我們打完幾個字 假設我們期待它會回到什麼 我們就看看結果是好還是不好 但當我們自己要build的時候 其實就要考慮中間的這個部分 那用到那個sematic kernel 因為我們亦都preview了很多不同的sample 在那裡 所以這裡有些suggestion 就是在什麼情況 其實可以考慮用那個sematic kernel 其實因為我們平時就這樣開個application 即是當你不是公司用的自己 那我的API我怎樣叫都可以 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當你要一條team有幾個同事開始負責 或者幫公司去build一些application 真的大型一點的時候 其實用到這個kernel去做一個management 是會比較好的 所以為什麼呢 最基本的 就是描述過AI skills through一個web service 我們都覺得是值得你放下去 放一個sematic kernel下去去做 還有呢 另一樣東西就是 一間都有個 有些slide就指返大家過去的repository 我們都有些的sample 其實你click幾個click 就已經可以标起了一個sample application 分分鐘你自己都不用寫太多東西 已經有一個application可以用著 然後再慢慢改變 另外當然還有一些其他不同類型的東西 譬如說我可以去build不同的新的skills 然後integrate回去 亦都是可以有些的packing 其實我們sematic kernel 現在都有一些preview了的packing 譬如他有跟jira的合作 integrate了的packing 有hugger phase的packing 接下來會慢慢都加多不同的packing 變成了大家當製造那些application的時候 可能有conversation 我想叫個chatbot幫我 就是create個chars 然後在jira看看那個update 都可以用那個packing 直接去做到 這個就是一些sample給大家 而我們想怎樣去試一下這個sematic kernel呢 我們現在有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現在我們support有csharp和python 還有剛剛提到有些不同的sample 就可以直接去run 我們去到這裏就可以看到了 在resource studio code裏面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extension 就叫Sematic kernel tools 其實只要裝了 我們就可以在裏面create一些sample的sematic kernel的application 可以在這裏看一看 這個我就裝了一個sematic kernel的extension之後 其實按下那個tap 你看到Welcome tab下面 它可以就這樣create一個new app 好像平時我們的application 我們就可以就這樣建一個hello world 而hello world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怎樣我們就這樣最基本的方法去call kernel 因為我剛才也有提到 我們是support中csharp和python 所以剛剛的howworld都有python的版本 不過我這個sample就是csharp的 你看到那個方法都很簡單 我們只不過就是call kernel 下面我就開回那些configuration 譬如我這個application是在用哪些skills 然後我有沒有什麼setup context 其實要他input的 然後最後我return回來的resource 那個kernel run完之後 我找個地方接收的resource 然後write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sample版本 而如果我們要開任何的新skills 其實都不用說要怎樣去研究 找回那些code copy and paste 相接再改 因為在這個extension裡面 我們可以under function 直接create一個new skill 其實它就會幫我們把相對應的東西開出來 像這個這樣 我在開了一個新的叫image gen的skills 下面你看到在這個AI end point那裡 其實我就已經register了一個hackerface的end point 在那裡 那我現在在這個skills那裡 這裡有一個叫skpalm.txt的file 就是我們可以define這個skills 它要走的palm是怎樣的 這樣 那我就這樣放了一個poem 就叫它開一個 叫它走一個disk golf的一個圖片 那跟著呢 加多一點點就是怕它給了一些 不是太適合的圖片出來 所以也有addition叫它說 我要make it save for work的 就不要給一些十八禁的東西出來 然後在那個vscode那裡 我們可以就這樣按個play 其實就可以直接在裡面run 那個skills去看一下是甚麼效果的 而去return result 我們都可以直接在Vscode裡面 可以preview到 那所以這個就是最基本 我們想試的時候 可以是用到vscode 它裡面的一個extension 就from zero的情況 你都可以找到那個start point 那另外呢 我們就有一堆的sample 其實是在那個repository那裡的 那個repository link 最後那個slide會有的 那這裡就會是一堆preview了的skills 你看到譬如writer的skills 下面有一個acronym的 下面已經有一些predefined了的pom 在那裡 那面有些可能簡單 大家常用的 譬如一些coding skills 或者可能純粹是email gen 都可以看一下其實 可能現有的skills已經夠用的情況 另外這一set就是我剛剛提到 我們有現有的一堆sample 分別有simple track summary 這些sample 它的好的地方是 如果你标起的時候 它有得local build local build 你有得選擇是用Azure OpenAI 或者OpenAI的方法 去做那個LM的connection 然後它裡面也有 在右手邊的話 到時會看到 它會告訴你 它在用哪些skills 它裡面是有什麼 的pomking是有用的 變成你不用自己去搜索 去找回 這個sample 到底在用什麼 我怎樣去對分 讓我找到一些適合的sample 那這個全部都在我們 Microsoft的document那裡有 也都在剛才的reprosetory 其實在裡面 你都很容易找到的 那現在呢 這裡有幾個sample 這個都很特別的 都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個githubreprosetory的q&a 那這個githubreprosetory 你搜尋了這個sample之後 其實你是可以 可以給回那個githubreprosetory的link 然後就問回它 我想知道最近那個 pomking request的status 是怎樣的樣子 它就會懂得幫你 read那個reprosetory裡面的 細節去給回那個result 這樣 一個都 挺方便的 如果大家是 很多個reprosetory 而又不想自己 逐個進去看的時候 有很多project manager 另外這個highlighted的sample 就是一個copilot check的sample copilot check的sample 這個都 都幾多人request的 就問我們有沒有些類似的sample 那這個就是我們 剛剛上個月新出的一個sample 就因為它裡面 就已經有一個 它的sample裡面已經搜尋了 它有一個 authentication 就是有aad的integration 有lock in版的setup 可以做到 然後呢 我們是可以做到 這個lock in 接著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有少少video 那它也可以做到 就是我們有multiple check的形式 multiple checkboard 然後裡面它保存到history 然後我們也可以是 upload file 上去 那它呢 它也是可以 support 這個speech to test 就是我可以 按這個mike 然後呢 我講完的時候呢 它就會return 那個test 變成text 這樣去問 那個checkboard 然後再return 回收的 那另外它的additional 就是可以 這個位呢 我們可以 export 這個checkboard出來 然後呢 我可以把那個file 就import給我 可能我要share 給其他人 我set up 這個checkboard 你試一下 那它可以import 去試整個file 而如果我們 需要做deployment 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 試完export出來的 一個bott的content 其實就可以 可以 放回去 deploymentfile 去deploy 我們的application 然後呢 可以看到 這個file 然後呢 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 都有 相對應的 Azure deployment 的一個script 在那裡 還有 相對應的 step by step 告訴大家 我們 如果是想 自己menu deploy 那那個application 怎樣 install上去 我們的 Azure app service 如果架構 因為剛才 有些speech-to-task的 功能呢 那 我們現在 embag了 在那個sample 裡面呢 就用一些 我們的quantitive surface 即Azure上面 一些speech-to-task的 所以 就變了 這個就可以 讓大家方便些 是deploy回 它需要的架構 那樣 而這個 我們就這樣 deploy 它就 飛了去那個Azure 我們按create 就可以 製造那個 最後呢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Azure app service 在香港 可以在香港 直接 access到的 一個service 而最近 都有 announce一些 新的update 包括 可以appile your own data 即在Azure app service 其實你可以 connect 去回你的 你自己的database 這樣的形式 去做處理 而暫時 我們知道的information 它應該會在六月內 有preview出來的 大家可以期待 另外 就是之前 都一直聽到 人們說 GPD 我們Azure OpenAI service 接下來都會有 partin的service 去提供 另外 有些content filtering 的detail 大家留意一下 最後就是 這裡有一些link 讓大家可以回去 study 那個link 你看到的 pattern都很簡單 AKA.ms 然後slashsk 然後slashrepro 就是它的related report 還有 我們下個禮拜五 就會是我們 香港版的 Microsoft Build 會把我們上個月底 在Global那裡 宣布的一些新的東西 在香港 用廣東話的形式 deliver 多次 有些highlighter session 歡迎大家參加 多謝 請問大家